在山东济南大山里 找到一座五百年明朝王爷墓 墓门已经打开 两侧土里的防盗层明显 看着墙上有明显的烧痕 说明也是先焦后烧 方便开凿 看墓门门钉是九个 门门上雕刻了二龙系珠 规格非常高 地宫里面常年积水 冬天不上洞 夏天也不干涸 这座墓在三十年前已经被盗 对着里面说话还能听到回音 说明地宫很空旷 啥也没有了 这座古墓的墓主人 就是明映宗朱启镇的第二子 明朝的德庄王 叫做朱建林 他活到了69岁 既然是德王 他肯定不会在济南 他应该被封到德州 这个朱建林 确实是被封到了德州 但他觉得德州比较穷 于是就改迁到咱们现在所处的这里 69岁 然后就去世 被人葬在了这里 前一波一鸣来的时候 我没跟上 现在我已经穿上了棉服 如果现在这样下水 上来肯定会冻感冒 最近感冒的又特别多 明年的夏天 我就从这里进去 给大家拍一拍 看着背后的玄武山 毛位低沉 而子位高挺 形似乌龟 草木繁茂 奈在此顺势下沉 最终归于墓葬处 并且左有青龙来包裹 又有白虎守明堂 明堂开阔 朝岸兼备 暗山灵动 似凤凰 因为没带无人机 看不到有没有河 芒猜隔阂观虎 有没有附近的兄弟知道 白虎山那边有没有河 评论区告诉我一下 这些山是非常好 符合山后人肥 山归人聚 山长人勇 山明人达 把木位置定在这里的人 绝对不简单 好了兄弟们 这样我就准备下山 等到明年的夏天 咱们进去看一看